16 15 14 13 13 19 11 2023年8月23號 印度全國人民盯著直播 並起倒數 8 7 6 5 12 3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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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太空研究組織的重型火箭 月球飛船3號 搭載探測器維克蘭號 成功登陸月球南極 重溫一次 學生們依舊激動萬分 因為這次成功登月 正式把印度的國嶺 推到大氣層之外 成為繼美俄中後第四個登月的國家 全世界都想知道 為何是印度 為了找答案 三例消失的國界訪問了 印度太空重要核心 位在科技城 海德拉巴 火箭製造公司 Skyroot Aerospace總部 印度在2023年成功登陸了月球南極 成為了世界上第四個登月的國家 當時舉世震驚 大家都很好奇 為什麼印度的太空能量會瞬間大爆發 除了國家的全力支持之外 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因素 我們帶您一起來解密 走進研究總部裡這巨大火箭 不是模型 切切實實 正在趕工組裝中 已經正式定名 Vicron 1 將在第一代 2022年成功發射的基礎上 採用全新高科技材料跟技術 2024年再進行升空挑戰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正在組裝中的火箭 是Skyroot 今年呢 真的要發射上太空的火箭 它叫Vicron 1 最大的亮點呢 就是它整個機身是由碳纖維來打造 為什麼選擇使用碳纖維呢 他們說原來啊 使用這樣子的材質 可以讓整個火箭的整體重量 降低30% 進而達到更大的效率 是由碳纖維製造成碳纖維 整個飛機是碳纖維製造成碳纖維製造成碳纖維 然後我們有中間的構成 從中間的構成 我們進入第三步 火箭內圓這黑色部分 就是碳纖維 是由比人類頭髮還細的纖維 纏繞而成 強度比鋼大了四倍 卻比鋁合金還要輕 當一座火箭中光推薦燃料 必須佔整體重量90%的時候 只能從外殼想辦法變輕 Vicrum 1 官方公告 還沒填裝燃料的純飛行器重量 只有290公斤 大約是三分之一台掃課車 它會把小型飛行機放進去 這是一個小型飛行機 加上飛行機 它是由尊重飛行機 所以我們也可以 尊重飛行機 也能夠發射 超過400至500kg 超過400kg 尊重飛行機 而Vicrum 1 火箭最核心的關鍵技術 是在導航引擎 以及前方放置衛星的抽載系統 這是一個3D-printed engine which is going to be based on 3D-printing of superalloys 我們可以達成功 快速的進行機 進行機 兩至三天 來自動飛行機 這就是飛行機 這就是飛行機 然後飛行機 飛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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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printing的引擎 成為Skyroot 最引以為傲的作品 集民製程 以金屬粉末作為材料 號稱化石帶 但新科技也得扛得住 升空前的熱火測試 2 1 0 官方釋出的火力全開 持續一分多鐘的高溫測試 安全過關 我們使用3D-printing 全的硬碟的引擎 整體的引擎時間很快 我們需要設計機 充電已經花了幾個月 所需的工具 現在我們需要設計機 建立的工具 要製造成為 改造工具 可以解鎖 分析 每個月 每個月 都可以製造成圖 每個月 兩天 整個工具 可以製造成圖 兩天 甚至我們需要製造 製造 小型造型 我們要製造 要調製 3D煉翼引擎搭配降低火箭总重的碳纤维外壳 只为了把仇载系统里 这小小一颗卫星送上轨道 印度卯足全力投注资源 要在太空争霸站抢得先机 然而不同于美中俄 几乎由国家主导太空产业 在印度政府高额预算支持着 等同美国NASA的 印度太空研究组织ISRAO 但同时开放 民间新创公司蓬勃发展 像Skyroot集合一群目标 飞向宇宙的理工脑 创业之初就获得印度政府 还有民间资金的资源 火箭梦真的发射升空 除了航空 我们没有任何东西 发射权机构 掌握线组织 电脑机构 全部都由政府的资源 我们有资源 在商业上 使用民间资源建设计 会资助我们很多发展 资源货币 资源货币 我们作为开始 必须从从开始 我们可以直接目标 Skyroot 2018年创业到现在 已经获得9500万美金 大约30亿台币的募资支持 国家则是让这群火箭脑放胆测试 一方面让太空产业私有化 民间自己抢工 低轨通讯卫星的商业大饼 另一方面国家预算 全力投入Israel 我们访问印度太空计划 知乎专家 阐明了下一阶段的太空任务 Israel的计划和预计是 他们会有第一个 Gaganyan的旅程 Gaganyan的旅程是 寄出人物到空间 这将会在两个月 到两个月 他们在领导时 在这年年 他们会把人寄出一个工具 对于事实上 他们会把女人寄出一个工具 然后他们会把人寄出 然后把人寄出一个工具 亮相的AI女机器人 以范文取名 空间朋友之意 类人类骨骼样态的AI机器人 能够独自操作界面 还有危机应对的重要任务 虽然套着人类皮肤跟外衣 看似有些突兀 但任务在身她 可是印度最新女明星 还有粉丝专业介绍动态 看得出承载印度真人上太空的梦 有多被重视 美俄中走了半世纪的太空路 印度在他们的经验之上 政府带头放开了座 短时间内能量大爆发 全民期待印度探测器 着陆的月球南极点 师婆神之力 将在美国之后 带领人类再度踏上月球土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